原来范马永次郎真的不是人类 难怪他这么牛逼 在任牙被永次郎打到冰死的边缘时 范马一族的身份也终于被揭晓 在古埃及的一座金字塔内 考古人员在墙壁上 发现了一面刻有人形鬼背的浮雕 而他正是范马永次郎的父亲 范马永一郎 据说是一个连核弹都轰不死的男人 而此时鬼背全开的永次郎 已经把任牙打得小便是尽 可他却没有因此停手 因为此刻任牙体内的范马之血还没有彻底觉醒 就在任牙快要被永次郎打死的时候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任牙的脑袋竟然散发出耀眼的白光 接着他的背部肌肉也开始进化 不出两分半钟的时间 一张缩小版的鬼背就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接着任牙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可当他抬头看向自己的父亲时 内心的斗志却被瞬间吸密 因为他深知已如今自己的实力是无法打败永次郎 然而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 永次郎却突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此刻他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着那个熟悉的声音 永次郎竟从嘴里脱口而出一声老大 而当任牙回头看去 身后赫然出现了一个比永次郎还要强壮的虚拟 而他正是任牙的爷爷范麻永逆 中文字幕称帮助 此刻他根本就不得了 内心的众子 以后他也负易地的国家 迷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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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小害怕 也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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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此时德川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 但是在确认了果真是范麻勇一郎后 一段被尘封多年的记忆也被他缓缓到来 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绳战役 李花国曾对一座荒芜人烟的小岛 投放了上万吨的炸药 而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对付范麻勇一郎一人 并且出动了海上的军舰和战机 对小岛进行了25小时的持续轰炸 直到将整座小岛都几乎一位平地 李花国才派军队登岛确定永一郎是否死亡 可刚登陆没多久 原本应该被消灭的永一郎 竟毫发无伤地出现在士兵的面前 甚至就连身上的裤衩都没有破缩 得知了这一消息的迈克阿瑟将军十分生气 为了能将这个猴子彻底地铲除 迈克阿瑟将军向上曾请求启动核弹进行封炸 但是在核打击的前一天 被下达执行命令的指挥官就被永一郎给干掉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无疑让所有士兵都陷入了深深恐惧 然而在解决完对方的首领后 永一郎并没有急于离开 而是孤身一人来到甲板上将两千多名士兵包围 为了能够活命士兵们纷纷跳进大海逃生 难怪别人都说犯马星人打败了整个米花 画面一转 永次郎左右环顾四周 最终确认了永一郎已经消失不见后 永次郎又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因为他想起了永一郎成名已久的绝境 虽然永次郎很讨厌他的老爸 但是这一招就连永次郎都忍不住要夸赞起来 难以置信 任牙被永次郎当作人体双结棍一样疯狂旋转 在急速的离心力作用下 任牙体内的血液全固涌上大马 最终无处释放 只能从任牙的气孔喷出 此时任牙眼中的世界已经被一片鲜红所笼罩 如此恐怖的一幕直接将围观的群众下的四三而逃 一两人为中心方圆十公里无一人反靠近 可即便如此永次郎仍旧没有丝毫收手 渐渐的他的身上也出现了一层由任牙形成的半破名语 看到这一幕的奥利巴都惊呆了 曾经他也把任牙当作毛巾一样来甩 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如此逼 突然奥利巴仿佛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没错永次郎打算把任牙当作武器一样来使用 剧烈的撞击直接将武林红光掀发 可永次郎还觉得不贵一点 接着他再次抡起任牙狠狠地砸向骑车 不愧是犯马星人 换作普通人早就凉凉了 可永次郎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仅是这种程度 还不足以激发任牙体内的犯马之血 终于在一次次的撞击中了 任牙体内的犯马之血开始逐渐觉醒 再次站在地面时 任牙已经从礼服的伤害中恢复过来 此刻父子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仿佛下一刻两人就可以回家去看阿牧说动漫的视频 而任牙也为永次郎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 偉く出来の悪い人形だが 人形っていうか